60水草钢开钢第四天 称它为空气钢不过分吧 前两天发了开钢过程和设备配置 今天讲讲水草钢开钢第一周 也是最重要的一周 该怎么控枣维护 这一周很关键 直接关系到你的水草钢 以后能不能水清余量 大家点个赞 我会很详细的告诉大家该怎么做 大家先看看这些水草的状态 很不错吧 这是种下去的第四天 成活率基本算百分之百吧 说明咱们用的过滤啊 水草泥啊 灯啊 包括消化细菌都没问题 开钢第一周控枣很关键 很多拥有的草钢 长枣 暴枣 就是因为没有从第一周开始就控好枣 因为这时候水草还没扎好根 但水草泥的肥力却是最高的时候 水草长得慢 水里的肥力又高 这就给枣类有了可乘之机 所以我们必须控枣 主要从换水 灯光 控肥 工具鱼虾 这四个方面控制 一 换水 开钢第一周 每两天就要换一次水 每次换三分之一 这样就能把水体里多余的肥力换出去一部分 防止藻类过多的吸收繁殖 从第二周开始 每周换一次 每次换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不要偷懒 二 控肥 开钢前两个月不需要加肥 水草泥自身的肥力就完全足够 加肥的话更容易暴躁 等开钢两个月之后再手动加肥 三 控光 开钢第一周 每天开灯四小时 第二周每天开五小时 以此类推 第三周六小时 第四周七小时 从第五周 也就是开钢一个月之后 只要没其他问题 水草灯就能改成每天开八小时了 第四点 工具鱼虾 不要着急过早的放刮上鱼 开钢一周后放黑鹤虾和工具鱼 因为这时候肯定会出现绿藻 发藻 褐藻这些藻类 需要用工具鱼虾来控制 至于黑鹤虾数量 平均一升水放两只黑鹤虾就足够 放太多会给消化系统增加负担 还容易缺氧 工具鱼可以选黄金胡子 小胡飞胡等 开钢两周之后再放刮上鱼 一定不要着急 好了 这就是水草钢开钢第一周 我们要做的维护和控造的方法 过几天放黑鹤虾 到时候再给大家详细的看 拜拜